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喜欢小姐 再加班上来就特别有那个天后的风范 谢谢 刚才你说了一句好像是家乡话 我是来自河北张家口是张北县 张家口是张北县的 对 刚才是我们张北的当地方年 有空可以去张北体验一下我们的特色 重点问题是你负责招待吗 必须的 那我们就去 那我们就去 谁去都找我 我们组团去 好 欢迎你们好吗 小娟 恕我直言 我看到你的资料你是88年的 但是你上台之后 你的气场还有你的谈吐方式 让我感觉你好像 比你的实际年龄要成熟一点 对 是老一点 没有没有 就是成熟一点 特别的淡定 应该也是经过很多历练的吧 我是从小就喜欢唱歌 在我两三岁的时候 听到什么声音我都会跟着唱 比如说当时80后以上的应该知道 在我们小时候有一首歌很流行 天地悠悠过客 匆匆潮起又潮落 就这首歌 这也是我会唱的第一首流行流行 对 真是 我们同一个年代的 当时父母觉得 我真的有这个天分 然后爸爸就在我五年级的时候 帮我请了老师 在六年级的时候 一不小心拿了我们县里面的 一个第三名 这句话说得特别小 一不小心拿了第一名 对 当时太小了 也不清楚 后来一直引起音乐路 对 后来也是参加了很多比赛 08年在河北省拿了一个第四名 对 然后去年就是一二年 参加了央视的星光大道 获得了乐冠军 哇 这不容易 谢谢 谢谢 那我可以想象 小娟在你们当地 一定是非常出名的红人 没有 大家都叫我百灵鸟 因为我们那边被称为百灵鸟歌唱的地方 还真不谦虚 百灵鸟 这个人太可怕了 因为这个小娟啊 可以说算是师妹吧 都是星光大道嘛 因为我是周冠军 你是怨冠军 所以呢 太可怕了 又来了 每个人你都说太可怕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选择今天的对手 想要挑战哪一位类主 今天带来的演唱曲目是什么呢 今天带来了一首陈鸣的 《等你爱我》 掌声送给小娟带你的演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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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爱我》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当你爱我 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 可能是我感觉出了错 或许是我要的太多 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 害怕相见的人已走了 也许从未曾出现过 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 等你爱我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等你爱我 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 你在听吗 也许早该说 你说什么 难道真的不能等你爱我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等你爱我 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 等你爱我 真的只有一次才能永久 你爱我 小娟真的不愧是一位舞台经验 非常丰富的歌者 我们会发现你的舞台表现力 甚至包括服装 其实都是经过精心的选择 好像这套服装是在 陈铭的某一次演唱上 一模一样的原版 是吗 是 那你对自己这个版本的评价 以及对成名的原版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这首歌因为唱得很久了 就慢慢找到了一些 自己的风格 就我已经爱上这首歌了 就是每次唱它 都有不同的体会 包括看到大家下面 这么热情的眼神和掌声 都会更加有这种感觉 谢谢 谢谢 黄老师 你觉得她自己的感觉对吗 相当惊人 就可以演唱到这样的一个水准 那显然她真的专业的功力很厉害 那你虽然长得是有点年代了 人家八八年代 虽然你外形比较成熟 但是你的技巧是很现代的 所以我觉得的确是一个 不可多得的人才 谢谢 谢谢黄老师 她一登上台 她那个气势就震住了很多人 没有错 我不知道四位类主 有没有被她震住 温小 你看萧阳今天 把心中的这场火暗了起来 对 我也希望你能 今天代表我们的泪主 好好跟她较量一番 齐翰 我第一次发现 你也是那么会挑事的人 反正 反正没有什么事 我就看热闹呗 萧阳 齐翰的建议你接受吗 虽然我不知道她选了谁吧 但是我很想跟她交流交流 但是你能不能跟她进行一个对战呢 其实取决权还是在于我们今天的功累者 涛哥 你为什么没有燃起战火呢 这个人太可怕了 我们必战 但是 涛哥 我觉得 我手里这张照片 对于你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因为她选择的就是 李涛 不是吧 没有人出来挺正儿出吗 不是 我觉得 要不然这一轮让我来吧 本身涛哥他没有 自己并没有想要迎战吧 对 是 然后这一刀我来帮涛哥打 好 我们还是要问一下小娟的意思 怎么样 接受她的挑战吗 萧阳 既然愿意出来应战 我接受 好 跟我带一起 萧阳 有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其实我觉得今天小娟也是给了 萧阳一次机会 因为萧阳在这个舞台上 作为一名心惊类主 已经手累成功一次了 对 每一个人都希望拿到 《类主之王》的这个奖杯 所以每一次挑战 意味着就有可能向她迈进一步 对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类主 能够坐上这个位子 是我们现场这么多的评审 然后把我们推上去的 我的身后有这么多的人在支持着我 我肯定是谁都不怕了 但我要告诉你 评审也是善变的 所以最终结果如何 你得用实力说话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迎战》曲目是什么 好 给大家带来一首《别在伤口撒盐》 好 掌声有请 谢谢 好久不见 你收了一大圈 哭笑的脸 忙而泪 你说好男人 却中了爱 这个深谦备了 千年往往要上个三五年 你拒绝才看见晴天 却总问离快乐有多远 爱的平衡点 小心纳捏 该醒的时候 你却还想醉 最后只有我幸福门外退 别让昨天在你伤口 狂妄的撒野 一碰就痛 一想就美 爱一别叫人老了好几十岁 别让昨天在你伤口 狂妄的撒野 冲标心中爱的余味 再我一遍 那种人不值得留恋 那些爱错一天错一天 相爱的情歌 你听不厌 相丑的局面 你有多不愿 你扑不到我自由门外退 别让昨天在你伤口 狂妄的撒野 一碰就痛 一生就悲 爱一别叫人老了好几十岁 别让昨天在你伤口 狂妄的撒野 冲掉心中爱的余味 我爱一遍 再花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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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难度 有挑战 但是也意味着有风险 因为原唱太经典了 你觉得你刚才的演艺 自己有把握吗 给自己打多少分吧 一百分的话我打八十五 八十五分 还算自信 黄初晋老师 你觉得呢 这个分数相当的公道 然后略为谦虚了一点 还能更高 我要先肯定它 是因为这首歌 刚开始的时候 左前方这群热情的观众朋友们 他们打了拍子 真是打得乱七八糟 帮到忙了 完全不在拍子上 感觉就在拍子上撒盐 我待会看那个齐翰出来的时候 我看你们打拍子 是不是打成这样子 然后这么慌乱的状况之下 你还能够非常稳定地 把该唱的位置唱得很好 这实力是相当的坚强 那你非常特别的地方 是唱到后面那个 最后一句那个再活一遍 那个活 听起来已经活得不耐烦了 这是正面的评价吗 正面 因为那个活得不耐烦 但是还活着这个才厉害 就是临界点 我们追求的那个技巧 都是在临界点上能够掌握 而没有真正扩掉或坏掉 那就是最感人的地方 是非常好的一个表演 好 谢谢 我们也发现 笑笑在舞台上越来越自如 能够轻松地掌握全场 那两位都是非常大气的女王份 我们要有请出小娟 再次等到舞台上来 在你投票之前呢 我想帮他们再争取一个小小的权利 刚才我跟小娟也聊过了 她说她除了选择这种大气的曲风之外 其实她还可以演绎别的风格 这样子再给两位艺人几句歌的时间 怎么样 只要大家愿意听 我随时都愿意给大家唱 愿意听吗 那我先来 来 给大家带来一段 河北帮子大灯电 金牌掉来 金牌旋路 谢谢 唱着我的心都跟着她的歌声忽上忽下的忐忑 忐忑 你呢 晓杨 我不会唱戏怎么办 没事 选择 真的好厉害她唱的 特别好 咱们气势上不能输给她 对不对 也展现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小的时候模仿过杨玉莹嘛 然后我就可以模仿一下 好 掌声有请 唱几句那个《等你万年》 等你一万年 蜜蜜又甜甜 太阳各个月亮妹妹 笑笑笑笑笑红了脸 好了吧 真好听 好 接下来 各位评审 你们决定她们命运的时刻到了 如果你们支持小娟 请按下蓝色键 如果你们只支持肖阳 请按下红色键 谁是大类主 今天你做主 各位请投票 好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黄树俊老师 您这专业的一票 选择投给谁 这是百灵鸟对上这个不知道什么鸟 暂时没有办法想出一个什么鸟 但是呢你今天的表现的确如主持人讲渐入佳境 所以我这票投给我们类主张晓阳 谢谢老师 谢谢 恭喜肖阳 恭喜肖阳 非常好的鼓励 那么百灵鸟 接下来你可以从十位媒体平行人当中 选择两位来了解他们的意向 对于你接下来局势的预测或许会有帮助 选择谁 我选择天天动听 天天动听 人人网 好 先请天天动听的媒体 谢谢肖阳 但是我非常抱歉说一声 这票我投给了肖阳 谢谢您 谢谢 好 谢谢 还有一位 人人网的这位媒体评审 今天我觉得发挥更好的 我个人比较认同的还是肖阳支持你一票 让你能够真正地摆脱千年老二这个称号 谢谢 好 谢谢媒体评审 谢谢 那小娟 我不知道三位的票数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根据你目前心里的预测 选择放弃 还是坚持 我觉得成功要成功地明白 失败也要失败地清楚 你们觉得呢是不是应该坚持 谢谢 谢谢 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对你生出一股佩服 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坚持 坚持 对 好 也要问一下肖阳 目前呢 你有两千元的梦想基金 是 你可以选择继续坚持 虽然你面临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你也可以选择理性地放弃 我不会放弃 因为我走到现在 我觉得大类主这个舞台对我来说 已经像我的家一样了 我怎么舍得离开我的家 我肯定不会放弃的 作为一位不二唱将 一定会将坚持进行到底 来 肖阳 现在 请你移步到翻倍台前面 你可以行使你的翻倍权力 你也可以选择放弃这个权力 一切后果请你自己承担 准备好肖阳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样的 选择了三倍 对 好 我们接下来揭晓的是 十一位专业媒体评审的投票结果 各位 请开票 可能对于小娟来说形式不容乐观 有没有后悔刚才的选择 没有 当然没有 没有 往下看 我给你一个建议 小娟 因为你唱的歌曲呢 可能对于60后的朋友来说更有共鸣 现在我们急需要的是一点信心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就看60 好 我们来看一下60后的大众评审 投票结果如何 各位 请开票 谢谢 现在已经追上来很多 只有四票的差距了 要不这样我们乘胜追击 再来看看70后的团体投票结果如何 好 好 70后的大众评审 请开票 会不会追上这四票的微弱的优势呢 谢谢 肖阳可能有一点压力了 没关系 没关系 还有 我们还有两个方针吗 好 我们来继续选看80后的大众媒体 投票结果如何 请开票 好 谢谢 谢谢 各位 你们太给力了 居然直接追平43票比43票 最后的结果 经常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也带来意外的90后的团队 投票结果如何 各位 请开票 天哪 一票的差距 一票的差距 恭喜你 肖阳 谢谢 有惊无险 再次守卫成功 恭喜 恭喜 恭喜肖阳 好 其实这个时候我相信 小娟的心情是很纠结很复杂的 只有一票的差距 我不知道这一票 你有没有明白输在哪儿了 不太明白 所以我决定还要来 好吧 谢谢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下次还准肖阳吗 如果你在的话 这好像是示威啊 好好好 我等着你 好 期待两位再次在舞台上 有精彩的对决 再次把掌声送给小娟 谢谢 谢谢你 我们大家精彩的表现 谢谢你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下一位攻略者有请 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的明星 今年16岁 明星 16岁 来自重庆 身为初中生的她 带着父母和老师一起来 究竟有着怎样的梦想呢 16岁 如果我刚才没听错的话 这位重庆的小妹妹 你说自己是明星 你年纪那么小已经是明星了 我是明天的明 欣赏的星 是这个意思 你的名字叫做明星 对 我看到你特别的亲切 因为我也是四川人 那么重庆你们一次来的时候 那我也是重庆的 重庆的话给大家打个招呼嘛 也对不 你们四川人 你们四川人 没四川人 没四川人 你请他们四川人 火锅仨 火锅仨 太有特色了 在那么小年纪 为什么就要来到我们这个大类主的舞台上呢 哥哥姐姐很厉害的呀 你看那边 其实这一次是我爸叫我来的 哦 是爸爸做的决定 嗯 你把爸爸也带来了吗 在下面 来 有请有请父亲 还有旁边两位应该也是 我的老师和我的妈妈 老师和妈妈 来也请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有请两位 好 谢谢 叔叔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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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 我这个普通话是去交言普通话 哈哈哈 交言普通话最有特色 听起来有一点费劲 费劲没关系 只要你请他们吃火锅 没问题 我同学来 我请你们 好吗 好 好 他那么小年纪 为什么能不能先 就要来到我们这个大类主的舞台上呢 就这样的 我小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营业梦想 但是我因为我搞的原因呢 没有去实现这个梦想 我只有请我的女儿 来完成我的营业梦想 我爸为了我真的付出了很多 就牺牲了很多 就 就是我记得很深刻的一个事情 就是 就这个暑假 我去那个山东参加比赛 然后我爸就 当时就得了那个急性肠烟 然后医生就叫他多休息一下 但是他当时还是坚持来看我 真的 真的付出很多 那我知道 除了爸爸对你的支持之外 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妈妈对你的影响一定也很重要了 对 其实我这次就是想 对我妈妈讲 真的 我很对不起她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年龄 是比较那个叛逆的一个年龄 然后就是在这个暑假 因为我跟我亲妈 就是偷偷地见面了之后 等一下 你的意思是 这位站在附近旁边的女士 这位是我的后妈 是金妤 对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她管了我这么多年 就管得特别的严厉 我就觉得特别讨厌她 就一念之间就觉得 我很讨厌她 就一心想把她赶走 然后我就威胁我爸 就说非要二选一 就是有我就没有我妈 有妈就没有我 我就威胁我爸 然后我就说 我就把妈赶走了之后 那段时间真的 我跟我爸 那个过得 根本就不叫做日子了 真的就是 我觉得 我妈为了我 连孩子都没有生 而且她现在 这么大的年龄了 其实 这个没生小孩这回事 就是因为当时 我到这个家来 那个小姑娘 很可爱的小姑娘 她说 阿姨 以后你有自己的小孩了 是不是对我不好 当时我听到那句话 不知道是你心里 心里那种感受 然后我就跟她说 那好吧 我说我到了你十六岁的时候 我在生小孩 这是我对她的承诺 小明星真的非常幸运 你妈妈这样关爱你 所以今天想对妈妈说些什么 而且 而且那段时间 每次我爸忙的时候 都是我妈打电话关心我 鼓励我 不管任何时候 总是第一个想着我 我真的觉得 当时我很对不起 这样子 对不起 妈妈 真好 其实 有一句话 有一首歌 是这样说的 因为没有醉过 不知道酒有多浓 没有痛过 就不知道情有多深 然后我们这个家 和我和她的感情 经过这件事以后 我们的感情会更深 好 明星 妈妈 你说得特别好 我也建议大家 把掌声和祝福送给这一个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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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家庭 也谢谢三位 来到舞台上 给小明星加油 打进 谢谢 谢谢 好 稍时休息三位 毕竟今天的战场上 小明星还要独自来迎战 接下来 你要从四位 类主哥哥姐姐当中 选择出 你要迎战的那一位 选择她 没有 跟爸爸妈妈和老师 商量过吗 商量过 好 收拾一下情绪 小明星 我们觉得你有成为 大明星的潜质 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曲 是什么 家乡的味道 好 加油 我要用重庆话 再对你说一句 凶器 好 掌声送给明星 天上的云朵 它心悠悠地飘 它软绵绵地扰 十月的阳光下 在大地奔跑 爱上的行动 在大地奔跑 现在有着 阿妈的味道 我在笑着阿妈的味道 我在笑着阿妈的味道 米酒飘着丰盛的味道 飞歌唱着佳香的好 眼淡流着快乐味道 花袋修着阿玛的味道 你修飘着猛烧的味道 会歌唱着家乡的好 快乐的味道 眼淡流着阿玛的味道 花袋修着阿玛的味道 你修飘着猛烧的味道 会歌唱着家乡的好 眼淡流着阿玛的味道 花袋修着阿玛的味道 你修飘着猛烧的味道 会歌唱着家乡的好 快乐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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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你在给你鼓掌 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 还行吗 还行 拿多少分 还是比这个把握的 自信了 黄老师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大将之风 你唱歌看起来一点都不困扰 该做的地方都做得很好 这个唱歌四平八稳 该有的技巧也都展现 该有的动作也都做出来了 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因为你每个尾音都要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小勾勾 这小勾勾蛮明显的 所以你可以 那个 来个两下 第三个就 就不要了 稍微有点变化 听起来可能会更加美妙一点 就这么一点给你小小的建议 好吧 谢谢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非常中肯的评价 我们来先看一下四位类主的迎战情况 来 小明星 齐翰选择亮起了战火 那除此以外呢 另外的三位类主没有亮起战火 我们特别想知道身为人妇的小招 你怎么想 我刚才一直看得特别投入 而且我有话其实想对他说 就是其实我从小也是父母离异 但是我的父亲就离开了家以后 我有十年的时间没有见到过他 除了妈妈以外 没有人给我更多的爱 我羡慕你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除了有你的爸妈 还有你这位母亲 这么伟大的一位母亲 又给了你更多的一份爱 所以我希望你好好地珍惜 好好的努力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小招 其实我觉得挺失算的 没有选择小招 因为如果选了小招的话 就刚才她那一番话 我认定她一定会对这小姑娘手下留情 她选择了另外一位 她选择了另外一位 很遗憾的是这一位呢 没有亮起战火 但我们先揭晓她是谁 她就是李涛大哥 太可怕了 李涛 你怎么可以学我啊 妹妹啊 我看你那么小巧灵灵 那么可爱 我当然不忍心 韬哥你不要叫妹妹好吗 没有说服力 没有没有 我要替韬哥澄清一下 韬哥才比我大两岁而已 大家看一下两岁而已 不要说那么明白嘛 其实韬哥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哥 所以我们老拿他开玩笑 其实没有 所以你学了我以后呢 我这个说实话压力也挺大的 真的 就压力挺大的 你会选择改变主意来迎战吗 虽然 虽然 既然选了 我一个西北人 我就既然只好应战嘛 是吧 确定 确定 没关系的 没关系 既然选了我就会应战 应战可 好 有请李涛 对 刚才呢 小明星说了这个 他的这个爸爸和妈妈 说心里话 我一直就是特别避讳这个东西 我就个人从来也没有提过 我自己的家 嗯 所以呢今天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简单的叙述一下 我自己的家庭的情况 好吗 嗯 好 嗯 嗯 我呢从小 大概也就是 就他这么大 比他小一点 十四五岁 我妈 就送我到这个陕北 去学这个陕西的琴腔 嗯 九六年 我们那个山北有个鱼林 地区呢有一个什么琴腔竞聚大赛 那时候要报名费 大概要两百六十块钱 嗯 我妈呢 就从我们老家 赶着那个驴马车 拉了大概是四包 那个大的那个麻袋 那个玉米 在我们那个集市上 集市上去卖 我记得好像卖了大概有三百多块钱 完了以后呢 他就把这三百多块钱给我 怎么说呢 大家感觉我是这个挺壮的 感觉说这些小伙子挺有钱的 其实不是那么样 我现在也可以说在飘 也在北京飘 自己也是在演出唱歌挣钱 嗯 说心里话 你们的妈妈爸爸 谁都比我都过得好 我妈那个什么 现在还在老家 老家和我爸 大概种七十亩地玉米 前两天才收完 我呢在这儿 大家就在说涛克加油 是 前两天才收完 因为他为什么呢 也不跟我们出来 他老想说你们现在在外边就是飘着 还有我还有个弟弟 跟我长得也差不多 说你弟弟也没有结婚 我们去了干嘛去 等你们以后稳定了 我今天都三十多了 三十多说心里话 真的 所以呢接近点小明星呢 我想这样音乐老师 我换一首歌行吗 刚才准备的歌曲打算换掉吗 是 我刚才呢 准备唱一首这个信乐团的歌 叫天高地厚 但是我现在换一下行吗 换了吗 改变 因为我想唱一首一首 演员文文文老师的母亲 川行 把这首歌呢 谢给我看未来的妈妈 也谢给这个小明星的妈妈 谢给全场的在座的母亲 给我们的母亲 永远 健康 长寿 谢谢 掌声送给涛哥 一起来聆听这首母亲 你入学的新书包 有人给你拿 你与宇宙的花折伞 有人给你打 你爱吃的那三鞋馅 有人他给你包 你为学的泪花 有人给你操 把这个爱人修饰娘 把这个爱人修饰马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颗枪 他不为你做多远 不为你再感伤 到什么时候夜里不爱 撒地马 再次呢 祝约我们在座的母亲 永远谢康 长寿 你生在那他乡中 有人在结果 你回到那夏里边 有人洗热茶 你躺在那冰床上 有人他浇眼泪 你露出那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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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为你再感伤 他不为你多富有 不为你快多大 到什么时候 到什么时候夜里不爱 撒地马 我不得不爱 是 谢谢 我不得不引用你的口头程 他会给你太可怕了 我不可怕 因为 你刚开口唱前两句的时候 我们都很想哭了 不止我一个 包括编导 都觉得好揪心 而且听完这首歌 我真的好想我妈 黄老师 抛歌 之前我们都只听到你的真功夫 但今天还见到你的真性情 老实说在歌艺方面 已经没有什么好评了 我觉得一个人的经历 最后能够化成你在演唱 艺术表演中的那个能量 是非常可贵的 这首歌唱得了的 大家都听得出来 好 谢谢 你今天的表现 确实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我们要再次有请出小明星 请到我们的舞台上来 好 好 我们要有请111位评委 斟酌一下 投出你们那宝贵的一票 如果你们喜欢小明星 希望他成为一个大明星 请按蓝色键 如果你们支持涛歌 被他的真性情所打动 被他的唱功所折服 请按红色键 谁是大类主 今天你做主 各位请投票 现在在舞台上是一对年龄悬殊非常大的选手 但是实力到底有没有悬殊呢 我们要问一下黄老师 小明星 要非常地肯定你 我看到你我就想 16岁 我16岁的时候在干嘛 我如果16岁站在你旁边 我应该会吓死我 我如果有这个同学像你这么有才 这是显示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我要鼓励你 有这么好的天赋 有这么好的老师 要继续往前 那我这一票 放在这个舞台上 我还是要投给李涛 谢谢黄书敬老师 谢谢 但是也希望你听出了黄书敬老师对你的期待和认可 接下来呢 小明星你可以从十位媒体评审的老师当中选择两位 来了解他们的意向 他们会帮助你做出一个可能接近理性的判断 选择谁 天天星报 天天星报 小明星我没有选你 但是我想鼓励你一下 就是今天李涛大哥他的感情太真 而且他的本身技巧又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都被他的歌声打动的 而且我相信你还小 有的是机会 我相信随着更多的时间 你可以加进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情 相信你的未来会更好 谢谢你 再选一位 小明星 天涯 天涯社区的这位评委 今天这一票我是投给李涛大哥的 因为其实从刚才他的一些流泪上面 我看出一些些让我担心的一个讯号 我很怕他会退散 所以我想在这里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希望他能够再坚持一下 谢谢 谢谢 三位都表达了对涛哥的支持 小明星 因为你一定要仔细地考虑一下了 三票投完之后你觉得你还有胜出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我真的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大的舞台 我觉得我能够来到这里真的我觉得是在挑战我自己 因为是我爸爸一直鼓励着我来的 这样子好不好 爸爸妈妈老师都在现场 我们问问他们好不好 叔叔 其实以前我活的挺多的 就因为他现在走大了 就是自己的事情 自己拿进去好吗 我一定要坚持 要坚持 我们明确了 那此时此刻我们要问一下涛哥了 涛哥 你在这个舞台上也已经获得了目前最高奖金 一万四千元 如果你的坚持一旦失败的话 抱歉 涛哥 只能奖金折半离开这个舞台 所以我现在说心里话也特别纠结 我们都听到很多坚持的声音 但是风险一定要考虑清楚 特别那个 我都不会说了 行吧 涛哥坚持还是放弃 那这样我坚持吧 好 涛哥坚持 涛哥现在我要请你站到翻倍剑前面 接下来有一件很 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涛哥要做出 目前他是一万四千元的奖金 如果他行使这个类主的翻倍权力的话 一旦胜出一万四 将立刻翻倍成为两万八千元 但是与此同时 如果你按下翻倍剑之后 被我们的攻略者挑战成功 意味着这一万四通通归零 涛哥一分没有 离开舞台 涛哥我给你一秒钟的时间 做出你七匪汉子拥有的 有气势的决定 这心脏真的受不了 准备好 五秒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期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决定 我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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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在你手想要望向爱 然后我抬起来的那一瞬间 你的脑子里面看到的是什么画面 你在想些什么 我 说说我现在特别紧张 真的 特别特别紧张 不愿意承担这个很大的风险 是 好 无论怎么样我们支持抛哥的决定 接下来就到了公布两位最终去留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有请十一位的专业媒体评审 请开票 还是有四位选择支持我们的小明星 我们这样子 我们先选择90后 对不对 咱们也是90后 说不定90后的小伙伴们 会给予你很多支持 90后的朋友们 准备好 请开票 很好 小明星 有一个很好的势头 咱们追上来了 只有两票的差距了 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80后 准备好 请开票 谢谢 谢谢 孩子就是孩子 你看一票的 胜出的几率会让他非常非常的开心 但是接下来两位的心情 取决于70后 60后的朋友们 70后 请各位大众评审准备好 请开票 谢谢 谢谢 天哪 我觉得有一点超出我们的预料 韬哥 还有最后一个60后的方阵 只有25个人了 左估计悬了 左估计悬了 现在自信心动摇了 60后的朋友们 他还有信心继续站在舞台上吗 好 这位大叔 你应该坚持下 肯定翻倍 肯定翻倍 两位爸唱得很感动 唱得我哭了 您哭了呀 讲我妈大了 小文宝宝 这位大叔 我提醒您注意一个现实问题 现在不是翻不翻倍的问题了 现在是韬哥的票数 比小明星还要落后的问题了 我们60肯定支持你 肯定支持韬哥 觉得韬哥一定能胜出 韬哥 很多人支持你 有希望 这有几票 8票 你看着我 谢谢大叔 我拿不到 我赶你一万次 相信啊 韬哥 这承诺都出来了 不知道您说的话 到底能不能代表整个60后团队的意见 各位 60后的大众评审们 我们的局面会不会发生逆转 请开票 我们的局面会不会发生逆转 请开票 我们的局面会不会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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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韬哥 说实话 非常感谢60年代的孙叔阿姨 说实话 我真的不敢翻 我真的没有那个打量 如果又翻 现在后悔吗 你看60后 只有两位没投票给你 没有 我不后悔 不后悔 但是非常感谢他们 非常感谢 我就说了嘛 长得着急点 不是什么坏事 好 恭喜韬哥 谢谢 那小明星 我们也要一起见证韬哥 在这一战当中战胜了你 现在他的奖金 会加上小明星的这两千 变成一万六千元 再次恭喜韬哥 再一次蝉联泪主 谢谢韬哥 来 回到你的时尾上 韬哥 小明星 即使很多60后的叔叔阿姨 包括黄淑俊老师 没有把这一票投给你 但是绝对绝对不代表 他们不看好你 我相信 当你到韬哥这个年龄的时候 比韬哥也更加优秀 大明星 对不对 掌声送给明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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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下一位勇敢的挑战者 掌声有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孙老师 我又回来了 你又回来了 经过了两战两败的经历之后 你还敢站上这个舞台 我没有什么可怕的 因为我觉得上周 黄老师给我的三千块钱 我已经花光了 所以今天我来管 您要钱来了 黄老师 这么快 你花钱的速度 比我打钱的速度还快太多 我赚的钱可能不够你花 那花慢一点 不过你今天为什么又来 我真的觉得不甘心 因为第一次来呢 我觉得我是选错了 还在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又过来了 别选我 今天选我我给你积了 但是上一次选择了其他 好像效果也没那么好 我觉得我选对了人 选对人了 然后也选对了歌曲 但是为什么输掉呢 回去总结了一下 就是因为两次黄书军老师都投给了我 输在这 这是关键 所以你在演唱之前 先要跟黄老师交代点什么吗 求求你今天不要把票投给了 可以吗 所以 所以你现在 求求你 所以你现在是在嫌弃黄老师吗 没有 你是在挑拨离间吗 被你看出来了吗 他这场挑拨离间的事 不止做过两次了 虽然我觉得就是黄老师投给我两次 我都输掉了 但是我还非常感谢黄老师 把他的私房钱 为了鼓励我 把他的私房钱都 三千块钱都给我 导致黄老师都不敢打车了 现在出现 有那么夸张吗 你把黄老师说点 所以说那今天我一定要为黄老师争气 然后PK掉齐汉 然后站上泪主的宝座 然后挣更多的钱还给黄老师 我觉得浦文娜非常的有志气 那依然要用实力说话 我们已经选择了要挑战的泪主 那今天选择的歌曲是什么呢 唱一首《我的歌声里》 掌声有请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没有一点点防备 也没有一次顾虑 你就这样出现 在我的世界里 带给我清醒 情不自已 可是你偏要这样 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 从我的世界里 没有音讯 剩下的只是回忆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歌手里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手里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手里 谢谢 谢谢博文精彩的表现 看来你确实回去之后 做了很多的功课 方方面面都花了心思 舒锦老师 您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 我听博文唱歌一直在想 博文到底输在哪里 如果他真的只输在我头 给他所有的认为们 把一切的错都放在我身上 好吗 博文没有错 他唱得这么的好 而且他的假音 我是觉得非常的独特 就是清亮干净 而且中间还是有力 希望你今天的表现 所有的人都能够支持你 拜托你们了 谢谢博文精彩 齐翰 你可能会感受到一些压力了 其实还好 今天博文的表现 确实要比上一场好 不过我今天要准备的这首歌 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 能让现场的观众朋友 可以听得到 好 有请齐翰 今天应该是做足了准备的 对 带来什么样的曲目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掌声有请齐翰 带来精彩的演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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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的演唱 别再认真 忘了我的人 忘了我的人 离不开我爱的人 我知道爱需要缘分 放不下爱我的人 放不下爱我的人 以为了解他多么认真 为什么最真的心 碰不到最好的人 我不问我不问 我无认真 用在怀中 直到它变了 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 我却为我爱的人 甘心一生伤悲 在乎的人始终不对 谁对谁不必虚伪 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 我却为我爱的人 流泪过乱心碎 爱与被爱都要受罪 为什么不懂拒绝 痴心的包围 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 我却为我爱的人 流泪过乘伤悲 在乎的人始终不对 谁对谁不必虚伪 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 我却为我爱的人 流泪狂乱心碎 爱与被爱同样受罪 为什么不懂拒绝 痴心的包围 强力人如果不 orph 痴心还不第二 是终во 痴心 leggings 黄老师 首先齐翰要感谢你的粉丝。 Movement 首先齐翰要感谢你的粉丝这么支持你 你看他们他们在你唱的时候 从头 znajdu来让你看看пон段 好几分钟了 我认为齐翰是实力跟偶像兼备的一个艺人 演唱到最后 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技巧上的问题 是一个艺人魅力的展现 我相信这些粉丝们能够对你这么忠心 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在我们的舞台上 我觉得你的粉丝应该是越来越多了 谢谢黄老师 你问一下你身边主持人 温小 你有没有成为我们齐翰的粉丝 黄老师我跟你讲 我在下面听他唱歌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的 是这样 就特别花痴你知道吗 那你要不要我这条红色的脸再借你一下 我作为主持人 我还是要公正的 因为今天呢 两位都是擅长唱情歌 也都是帅气的白马王子行 王子的对决 究竟结果如何 我们要再次请上博文登台 有请博文 投票之前我还有一句话想说 什么话 如果今天即使我成功与否 我希望拿出我的梦想基金的一半 来捐赠给社会需要帮助的人 优质偶像 还愿意拿出自己的梦想基金来帮助的人 如果我今天演出的话 我会拿出我所有的基金捐赠给黄老师 这个是更优质的偶像 接下来呢 我们110位评委呢 都要投出你们最宝贵的这一票 其中黄老师这一票 可是具有风向标意义的 好 各位 如果你们支持博文 请按蓝键 如果你们支持齐翰 请按红键 谁是带来主 今天你作主 各位请投票 黄老师 到了揭晓您这一票 投给谁的时候了 两位我都非常的喜欢 到最后还是回到最直觉的 在这一场比赛的这首歌 我的感觉如何 所以我最后的决定 我要把这一票 还是投给王博文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为了让形势更加明朗化 齐翰 你可以选择两位媒体评审 了解他们的意向 我选择一位女生吧 我们三聚门户的朋友 在我这边 博文的对音乐的梦想的追求 确实比较打动我 非常的坚持 而且正所谓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所以今天这一票我投给你 齐翰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恭喜博文 再选这一位 再选 因为我选 选我们一直支持我的 这个东方卫视的这位老师 我不知道今天我的命运 会怎么样 你可以看到我今天穿的 红色的衬衫 对不对 所以齐翰强 和博文今天唱得很棒 所以博文棒 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投给更有信心 更有决心的王博文 谢谢 谢谢 看来今天博文用你的实力 征服了媒体评审 齐翰 这个时候你会忐忑吗 我觉得 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梦想基金的一部分 分享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一定会继续坚持 好 我们还要了解博文的意思 有可能你选择迎战坚持 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却退缩了 我再一次站到《谁是大练主》 我就不会走了 再说还有黄老师 你永远是他的保护伞 好 两位都选择坚持 我们还是要请齐翰 一步到翻倍键前面 再给你最后五秒钟的时间 做一个慎重的考虑和抉择 选择按下这个键 9000元的梦想基金 会立马翻倍成18000 如果失败的话 身无分文 离开舞台 给你五秒钟的时间 齐翰 5 4 3 2 1 请选择 好的 谢谢齐翰 接下来我们就要一一揭晓结果 首先是 11位专业媒体评审 请开票 齐翰 暂时落后 我们再来看看 90后的团队 请开票 谢谢90后的朋友 现在齐翰由队位占有优势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80后的朋友们 你们的投出号结果如何 请开票 请开票 真奇怪 两位好像站错了阵营 80后的反而选择支持博文的多一点 90后的选择支持齐翰多一点 最后的疑点都在于70和60后了 70后的朋友们 你们的投出号结果如何 请开票 请开票 谢谢 谢谢叔叔阿姨 谢谢 我觉得两位这个票数开得 让人觉得特别的心惊胆战 一会儿这边高一点 一会儿这边高一点 但相差并不多 所以最后这四票的优势 齐翰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就看60后的朋友们了 你们的投票结果如何 请开票 你们的投票结果如何 请开票 博文今天恭喜你们 宫内成功 成为全新晋级的内主 博文刚才一票的温热的优势 战胜齐翰的时候 你那瞬间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真的并没有很开心 因为他把奖金都丢失掉了 所以说我会带着他慈善这个信念 然后赢得更多的奖金 就能给需要帮助的人 对 我觉得就是博文说得特别好 那你们也千万不要哭 就我觉得 就不至于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今天我也要恭喜我的好朋友 是 现在其实我也没有输 我才1比1 而且我今天才一票落败 嗯 我可能还会继续挑战我们这个 谁是大力竹的舞台 齐翰加油 好 谢谢一位掌 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齐翰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齐翰 我们要感谢新浪微博 冯喜网 网易云音乐 Google音乐 天天动听 酷我音乐 迅雷看看 以及唱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百度音乐听到极致 欢迎登陆百度音乐 谁是大力竹节目专题 听你喜欢的节目歌曲 感谢各位的关注 下一周我们的 谁是大力竹 不见不散 各位 下周见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